在西安交通大学首唱发起下 丝绸之路大学联盟于2015年5月在西安正式成立 目前已有37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余所高校参加大学联盟 其中有18所高校来自中亚地区 大学联盟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交流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们在和中亚的大学的合作中 在这个学生活动、暑期交流交换 以及科学研究方面开展了广泛的这样一个合作 很多大学、很多老师、很多学生都参与到我们大学联盟的活动之中 联盟的成立对促进了联盟高校之间教育、人文、文化、科技方面的交流 那对这个不广对中国其中的这样一个中国方面的高校 那么对于联盟的外国高校都非常有这样一个积极的促进作用 2004年为了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 索菲亚从哈萨克斯坦来到了西安 之后他便留在了中国生活发展 目前他已成为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的一名外籍教师 在索菲亚看来 大学联盟的成立和发展加强了中亚国家和中国的高校 在人文、教育、科技方面的合作 那以前是如果是外国大学不管是他的管理人还是老师还是学生 他是有能面对就是我们一个大学要不是另外一个就是面对一个大学 有这个联盟他是能面对很多很多一百多大学全世界的 然后我们每一年是有一个这个联盟的校长的一个分会 所以那时候很多代表团能来知道其他大学的有他们的信息 在大学联盟成立后 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朝恩便跟随学校访问了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著名高校 并参加了学术讲座和人才培养方面合作协议的洽谈与签订 王朝恩告诉记者 未来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商贸往来 人文交流将更加紧密频繁 对于从事法律研究的工作者而言 或许会迎来更多挑战 大学联盟作为连接中国与中亚国家专家学者的桥梁 将促进双方在法律研究、机制建立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与合作 我想这个从我们法学研究的角度来说 可能双方要在几个方面会有很多的合作的之处 比如说双方在这个人员往来过程中 所发生的这个民伤势的这种便利化机制 比如跨国婚姻的这种相互的这种便利化 再比如跨国的这个继承和这个财产的处置方面 都需要我们去磨合、去互相了解对方 去形成一个共同搭建的一个法律框架和机制 chatting 中文字幕志愿者 二达